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前陆续爆发台湾护航,林口养更医院麻疹群具感染疫情,引发国人恐慌,掀起民众强大麻疹,在现言,德国麻疹混合疫苗,MMR,热潮,疾管署被迫进行疫苗管制,但疫情已逐渐缓和,截自昨,7日,未再新增麻疹确定病例,疾管署研判该波群具疫情, 已告一段落,相关接触者全数借除追踪疾病管制属今,8日,表示,自今年3月29日公布首例境外移入麻疹个案后,陆续爆发台湾护航,林口长庚医院麻疹群具感染疫情,疫情违禁九年新高,引发国人恐慌,出现强大疫苗的情形,在强大风潮最高峰时,三天就消耗了一万剂, 造成全台麻疹疫苗缺货问题,不过截自昨,7日,未再新增麻疹确定病例,疾管署研判该波群具疫情已告一段落,相关接触者全数借除追踪疾病管制属指出, 今年截至目前共出现24例麻疹确定病例,包括三剂群具事件,接触者总监测人数共8456人,在本周疫情重要观察期中,再无新增个案,其中国内接触者已有7549人观察期满解除追踪, 韩航空公司群具4645人,南部医院群具215人,目前林口长庚医院相关的群具事件14人需监测至5月14日, 由于紧占总监测人数0.2%,疾管署研判该波群具疫情已告一段落。